我們看這一題 尿素是有機化物 它的化學式是這個 外觀是無色晶體或混沫 通常用作植物的氮毀 使葉片很快變得氫濾 像取0.5mol的尿素 其中所含各層混元素的敘述 下類何者正確? 我們看A選項 它說含有氫元素4g 我們看0.5mol的尿素 裡面含有幾mol的氫 2的4乘以4 有這麼多mol的氫 1mol的氫是1g 所以總共有2g 不是4g 所以A選項是錯的 我們看B選項 它說含有氫14g 對不對? 那就0.5mol 乘以多少? 1mol的尿素有幾mol的氫? 2mol 這是氫的氫數 再乘以14 就是氫的克數 這個是10mol 所以是14g 所以B選項是對的 我們看C選項 它說含有氫化碳0.5mol 這看起來這裡好像有一個CO 那你這個不能把它看成是氫化碳 那你這個不能把它看成是氫化碳 氫化碳的話它是獨立的 獨立的那個就是一個分子 但是這個的話 它跟它有間解的 你不能說 你不能說它是氫化碳的分子 不能這樣講 所以這個不能這樣講 不能這樣講 再我們看看 它是有0.5mol的碳 氫化碳 因為它那個間解不一樣 它構造也不一樣 這個在裡面的構造 跟它單獨存在構造 它是不一樣的 讓我們看第一選項 含有氫素分子是6乘以10的230mol 這個是氫化碳 但是它說只有0.5mol 所以它應該是3乘以10的230mol才對 我不是6 所以這裡是錯的 所以答案應該要選B